一粒一修新制导致了企业人士成本大增 然而这方法是人想出来了 带您来看知名的五星级饭店推出半职的制度 鼓励兼职的员工转任 业者打着半职每个月有固定月薪收入 但上班时数只有正值员工的一半 薪资福利也跟着减半 然而这前提是得担任救援工作 也就是当饭店人力吃紧的时候 得及时帮忙加班 真的只做半天 原来因一粒一修人士成本增加 五星饭店早有因应 推出所谓半职制度 鼓励兼职员工转任 工时仅为正值的一半 但享有和正值一样 劳健保福利休假等 但通通得砍半 唯一条件就是 一旦饭店人力吃紧时 又无法让正值员工超时加班的情况下 及时替补帮忙加班 他今天因为他可以享有一般计时人员 没有的一些福利跟一些相关的 我们提供给他的一些教育训练 那所以相对的 他也必须在我们的工作排班上面 要像正值同仁一样有一定的承诺 这样的半职工作 尽管没有违反劳机法 然而劳团却忧心 就怕业者算盘打太精 届时天天有加班 半职变成变相全职 可就不妙 然而一粒一修上路 影响不仅如此 走趟年后大街 将外申不绝于耳 以往春节前 餐饮观光量饭 总会出现临时供和打工的需求 然而根据人力银行业者调查 却发现去年底兼职值缺 较前年同期增加近一成 但成长多的却是金融 文教和医疗等行业 对照劳动部 对于国内每年 零时性或人力派遣人数 已经出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就怕人力银行这数据 意味着企业 可能以增聘兼职 来填补人力空缺 这点政府部门可不能再墨石不怪